大家好,我是十一玉兰 我们一起来关心11月16号的台东地方新闻 为了提升台东旅游住宿品质 先前台东先政府推出了旅宿好服务最友善认证 110年友善旅宿认证计划 在经过数个月的评选之后 16号下午举行了获选店家受证典礼 县长柔庆龄期盼透过计划 让业者自主提升服务品质 提供游客更优质的住宿服务品质 来打造台东成为旅宿住宿的友善城市 县长与法约尔国际认证机构的董事长王孝池 共同颁证证书给予通过评借的旅宿业者 台东县政府自今年5月起 首度推动旅宿好服务最友善认证的计划 共进行了ISQM国际服务品质认证 FTH友善铁人旅宿认证 KLS友善Longestate旅宿认证 以及ISFE高龄环境旅宿认证 在经过一连串的评选后 16日举行受证仪式 由县长劳沁玲亲自颁发证书 并感谢旅宿业者的配合 希望能够打造台东成为 让1万人来100次的友善住宿环境 我们要专心 那转成什么 转成不要100万人来一次 我们希望是1万人来100次的年轴度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留住 100万人来一次的游客 但是在座各位上下 谢谢你们跟着台东县政府 一起往前走 因为我们要创造1万人来100次的年轴度 那我们认为台东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 面向世界的窗口 所以我们已经努力做了很多准备 我们不再一一赘述 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在国门开放以后 还是会留住很多的客人 台东县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也表示 这次的认证有助于工会伙伴提升服务品质 也期盼未来县府可以持续支持这项计划 而在工会的部分 也将会持续辅导各个伙伴 参与计划的评见 也希望县长 我们将关注在明年甚至未来 有一些经费能让我们旅宿业者明年 甚至下一个阶段可以继续的来参与 那当然我们旅宿业者尤其是我们旅馆工会 我也会敦请还有督促我们的工会 来参与更多的会员们一起来加入 让我们台东的旅宿业者们提升自己的服务品质 让大家都更好更努力 而本次通过ISQM国际服务品质认证的 共有26家业者 FTH友善铁人旅宿认证的 共有27家 KLS清散Longestate旅宿认证的 有13家 ISFE高龄清散环境旅宿认证的 有一家 而相关荣获认证的业者 民众也可以上台东县政府的官网 进行查询 介绍陈吉林台东市报导